尊敬的 最同修 最护法 最大德 大家早上六十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末学 再借这个 共修的姻缘 再跟大家来 学习 互相鼓励 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批评 我们大家都在学习 经过学习 来帮助我们 能够了解这个 一座事实的真相 那我们的人生 会 跟一般的人就不一样 他讲到这个修行 散导大师 在世的时候 常讲 一句话 我们在这个环境 散导大师说 总在 语言不同 这个语言呢 是指老师 你要亲近一个 好老师 在这个环境 也不是那么容易 真的不容易 再加上这个环境 你看这个末法时代 这个众生对于物质 生活的享受 是非常的富裕 每个人你去留意下 天天都在追求什么 对于这个物质 这种的享受 每天 天天的增长 但是为什么呢 不但 我们所看到的 为什么身心不安呢 你看 现在这个生活里面 五十年前跟五十年后 的区别 很多 一百年前 一百年后 那更不一样 那是为什么身心不安呢 什么原因 欲望吗 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再加上内心的称慧 再加上内心的供高 我们 目中无人 再加上对于圣询的教诲 不相信 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不奇怪啊 这个身心不安呢 这还不奇怪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 一些人生活不而不乐 贵而不安 道理就是这个原因 欲望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你在这个环境 想要修行 你不被这个环境而所转 那个才奇怪 所以很正常 在这个环境退转 而进得少 那个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不用着急 只要明白 我们去做改过 去改善 你就自然就进步了 所以 为什么主持大的教育们要断而修缮 所谓的熄灭贪嗔痴 下面是什么呢 劝修接定会 那用什么方法来断而修缮 教你受五戒 你说很难 教你受八观再戒 你说没有时间 那怎么办 天天要忙工作 要管理孩子 要处理家庭 还要赚钱 还要做一些事情 我哪有时间 所以 释迦牟尼佛才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 对末法时代的终生 用这句名号来帮助我们断而修缮 是最妙的一个方法 但是你会念吗 你会念吗 师父 我每天都在念佛啊 有没有断而 烦恼心气有没有增长 智慧有没有天天的增加 所以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 在这个环境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赞导大师啊 这句话 他的劝导是很深刻的 所以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找到一个好老师 找到一个好好的 善友 碰三道友来互相鼓励 互相来提醒 那不是一桩的好事情 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 礼拜天 礼拜六 为什么借这个音乐 来跟大家来互相 讲讲话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要怎么样来调整 你的身心 能够安心 你的身心 能够快乐 你的身心 才能够幸福 这个才是重要的 那依靠什么来调整呢 只有佛法 才能够帮助我们 只有佛法 才能够来帮助 解决我们 眼前 种种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 这个听法 功德很大 这个功德 最大的功德是什么呢 帮助我们破迷开悟 如何 来了解 这个事实的真相 如何把这个人生 过得美满 如何把这个人生 过得快乐 那个比什么更重要 就算我们今天的生活一般 你会比任何人 的生活更幸福 因为你了解嘛 这个就是用意 为什么我们师父商人 天天不断 讲经 释迦牟尼佛 每天在世八个钟头 不断的 都在讲经说话 就是帮助我们 这个众生 如何 获得 五量 五变 种种的 活力的加持 活力的加持 第一个就是身心 平安 身心 快乐 这个就是佛力的加持 所以尊敬的 对于同学 大德 我们一定要相信 你的能力 是不可思议的 你不要把你的能量 用在 只是 过一般的生活 比方说去追求你的欲望 去追求你的幸福 去追求你对这个物质的享受 如果你把你这一生 用在这个身上 那就太可惜了 因为你的能量会更做更大 什么更大的呢 就是超越六道轮位 这个就是更不可思议了 所以 希望大家 如果我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 多多批评 我们大家都在学习 看到你们 师父也是 很欢喜 特别现在 你看我们学历 到现在还是封城 师父想要出去一个门 都有的时候 感觉 不敢出门 不是因为怕 因为师父 对英语也讲不通 如果被警察抓了 不是惨了吗 这个环境 真的 我们也不知道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 赶紧好好念佛 没有比这个更重要 随时随地 行住说 你都能够念阿弥陀佛 不管你在哪里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只要你能够拿取这句名号 那你的智慧就慢慢地回复 那上个星期 我们已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偶尼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 弥陀经要解 把这个信分为七大零 上个星期我已经给大家简单说明 偶尼大师把这个信 投一个 这是什么呢 就是信佛言 信佛言 信佛言 这个佛是指谁呢 就指释迦牟尼佛 言是教诲 就是说 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就是劝导我们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所以在弥陀经连续的四次 劝导我们 你要相信 有一句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 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 劝导我们 苦口婆心来劝导我们 而释迦牟尼佛 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来为我们证明 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站出来来为我们证明 告诉我们 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 因为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都离不开这句名号 所以你看 弥陀经里面不是有六方佛 而六方佛就是讲十方佛 而十方佛都已经站出来 为我们证明了 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话 但是 这个问题还没解决 比方说 你今天要我念阿弥陀佛 我凭什么来相信 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要我念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有什么好处 你能够把它说明白 把这个道理让我明白 我才能够老老实实 特别在这个末法时代 把弱磨墙 我才不会动摇 我才能够一心塌地的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今天我要来为大家 补下面这句话 像师父以前刚刚出家的时候 我有遇到一个后法 他常常把他的钱放在我上 帮我这边来 因为他这位护法喜欢印法宝 只要买个道场印法宝 他教我把这个钱供养出去 数目不少 但是他喜欢劝导我 你要相信有阿弥陀佛 你要念阿弥陀佛 你要修净土 他只能跟我告诉这个道理 但是没有跟我讲 你教我要相信 但是你必须要跟我讲清楚 但是他没办法为我说明 最后遇到了我们师父上人 我们师父上人 我会问他一一 他一一一为我说明 后来我才相信 没想到 我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 那我的福报 那我的福报 不是一般的福报 我的上根 我的福德 我的因缘 过去生可能修了 太深厚了 这一生又遇到了 特别是遇到我们的老师 我们才能够踏踏实实地念 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像我们要买一栋房子 你首先必须先了解 这个房子 我以后搬进来 我没有安全感 这个区是不是好区 这个地方是不是方便还是不方便 我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房子 那你对这个房子有信心 我才买下来 然后我就安安心心住下去 那道理也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为什么很多人到最后 心就变了 动摇了 不念了 什么原因呢 所以借这个音缘 来跟大家来讲讲话 好 那么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章的 如果今天如果我们对于宇宙 这个宇宙在佛法里面是讲法界 一般社会讲宇宙 一般社会讲宇宙 那我们在佛法里面称为法界 那法界的意思呢更妙 更广 如果今天你把这个宇宙 人生的真相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会了解 一切诸佛如来 为什么教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这个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 这个大问题是什么呢 关系到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能不能生死 聊生死出三季 这个是人生最大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 那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他怎么说法 一般在道场 在大成经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部叫做招募客颂 招募客颂 像师父的道场都有这一本 一般我们做招募客 都是用这一本来做招募客 因为里面很多 有弥陀经 谱门品 还有楞严座 或者一些石脚座 还有钥匙经 里面还有一个八十八佛 像师父的道场 都有这一本书 但是现在少用了 因为我们用的就是 无量寿经 弥陀经 那在这一本书里面 有一部叫做八十八佛 八十八佛一般就是人家 跺过胎的 或者一些来拜忏求忏悔 都是以八十八佛为主 一般种种的 那这个八十八佛 师父也是很熟 因为以前师父也常常念 因为刚出家 我师父的道场 每周一十五 就是灾日 晚上都会读这一部八十八佛 所以我对这一部非常熟悉 那八十八佛结束之后 它里面有一段经文 这个段经文是念什么呢 叫做法界葬身 阿弥陀佛 法界葬身 那法界葬身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什么叫做法界葬身 法界葬身就是说 是指阿弥陀佛 是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你想一想 整个宇宙一切诸佛如来 它的本名是什么呢 是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而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所以叫做法界葬身 明白吗 说明是什么呢 说明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等于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统统在这句阿弥陀佛当中 你说你的功德有多大 你的福报有多大 一句佛如来的名号 都已经不可思议了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等于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通通都在里面 你说你这一生 能够闻到这句名号的功德 这个福报太大了 不可思议的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九品 称佛名号功德 功德品第九 你去看一看你就了解了 一句名号的功德 能够断灭无量节的生死众苦 那你今天你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还得了吗 不得了 所以真的不可思议的 尊敬的这个董秀大德 一般一些道场 每一年要过新春的时候 会办这个消灾法会 他们都在办什么 念什么 千佛万佛 那个千佛万佛很辛苦的 真的 但是今天 如果你已经明白这个 一座事实的真相 千佛万佛还不如一句阿弥陀佛 那个 那个博万佛的问题 那个是五量佛 五量五边的 但是这个道理谁能够了解呢 这个道理谁能够明白呢 你看那个迷陀经大家有没有去留 一看一段经文 释迦摩尼佛问摄理佛 极乐世界何故名为阿弥陀 阿弥陀佛 没办法解答 只能听 只能看 大家你想一想 摄理佛在释迦摩尼佛地址当中 是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呢 代表什么呀 智慧第一的 你看那个摄理佛的 他的记载里面 哪一个人能够问到他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问到他的 但是释迦摩尼佛当问他 你知道这句名号 为什么称为阿弥陀 释迦摩尼佛没办法解答 只能听 只能看 所以释迦摩尼佛 在这一部迷陀经 真的很特别 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你看哪一部经最特别的 就是这一部迷陀经 为什么 没有人问 释迦摩尼佛主动说出来 那为什么释迦摩尼佛要这样做 我们看下面的 唯佛以佛方能究竟 非九戒之力 所能信解也 只有佛以佛才能够了解这个道理 除了九法界的众生是没办法 连摄利佛都没办法 那何况我们呢 最尊敬的 最统就大的 从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明白 为什么 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站出来 来为释迦摩尼佛证明 也顺便地劝导我们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 所以你看那个释迦摩尼佛的父亲 进饭往灵中的时候 释迦摩尼佛没有劝他做 修 修什么法门 就劝他 你念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不劝别的 劝他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你要尽孝 孝道最圆满的是什么呢 能够把你的父母通通啊 帮助他了解 对于西方极的世界 将来他念佛往生西方极的世界 这个就是最大的圆满 为什么 因为他去成佛了嘛 他不会再堕落 不会再被这个六道轮回而受苦 这个就是尽大小 你要比这个尽大小更圆满 所以你看地藏菩萨本元经代表孝经 他还是教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还能够念别的佛号吗 其他的法门是方便说 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 真正要为我们说明的就是 把净土介绍给我们 其他的是方便讲 随着众生的根源 随着众生的根基 所以你才有机会 今天能够闻到这句名号 因为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那我们既然听到这个道理 那我们来连角 来了解一下 我们看下面那一章 那何以说阿弥陀佛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也大家也了解 可能大家这个很熟悉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范语 因语过来是什么呢 大家一定很清楚了 但是我们可以温习一下 互相提醒 阿弥陀佛是方便什么 我们看下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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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家你看一看 你把阿弥陀佛 翻成中文 你去自己念一下 你去看一遍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五量词 五量诀 哪一尊佛不是五量诀 哪一尊佛不是五量诀 所以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从这边而来的 所以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本名 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名号 是阿弥陀佛的别号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 佛名号的含义 所以一切诸佛都劝导我们 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道理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的苦是从哪里来的呢 从你来的吗 所以今天你念阿弥陀佛 就叫你什么 叫你 你要赶快觉悟 只要有智慧 你的生活 你就不会放过失 只要你有你的智慧回复了 你才不会去造业 所以以前有人问我 师父在地藏菩萨本源经 不是有两个故事很有名吗 光木里跟婆罗门 婆罗门跟光木里 为什么他的母亲会堕在五间地狱 什么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鱼吃啊 就是因为鱼吃造成 造了种种的果报 后来堕在五间地狱 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那下面的很重要来提醒大家了 这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就是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己的自信的本名啊 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信的本名 你自信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要指下这个承担 你要接受 你不能拒绝的 你要相信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嘛 所以佛在大神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的 中风果实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阿弥陀佛我既是我 我既是阿弥陀佛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喝酒醉 他不省人事了 但是 但是他那个我还是存在啊 那这个酒后 他会回复正常 醒过来了嘛 那我们现在的情形 我们的状况就跟他那种喝酒醉的一样 被迷住了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现在变成反复 迷了嘛 不是刚才讲的嘛 为什么会迷 你把一切的真相当作假 你把真当作假 你把假当作真 你迷了嘛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了 为什么变成反复 听懂吗 所以今天 我们无法超越六道轮回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人不能离苦 为什么人不能离苦得乐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不能怪别人 怪自己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听经的原因 就是帮助我们 回复 你的本性 本来面目 就是个而已 释迦摩尼佛在这个世间 这样了49年的 就是为我们说明这桩事情 为什么要讲这种方法 就是帮助你回复你本来的面目 你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 看下面 你看 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之后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奇哉奇哉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的像智慧 但以妄想分别而不能正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就是因为被我们自己的妄想 被这些分别之心 对于一切世间的万物的执着 而不能放下 所以造成你本来就是有这个 你能有这个机会才能够成佛的 但是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你本来可以往生西方净土 但是你把这个好的因缘 错过这个机会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 跟阿弥陀佛在一起的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 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在一起 但是你把这个机会错过了 没办法呀 那怎么办呢 所以 欧益大师为什么把信 佛言放在第一的元素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本来就是阿弥陀佛 你要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你要好好念这句缘号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过幸福美满的人生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把六道轮回 超越六道轮回 才能够往生进度 只有觉悟的人生 才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 过得美满的生命 那这个觉悟刚才已经讲了 这句阿弥陀佛的用意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劝导我们苦口佛行 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所以为什么 偶一大师把信佛言放在第一个 特别现在 你看那个 我们为什么要到西方级的世界 我们为什么要到那边 你看 因为在西方级的世界 刚刚开章嘛 你看那个弥陀经不是告诉我们吗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告诉瑟利佛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已经失截 就是说 西方级的世界 到现在 才失截 说明 这个世界还很新 刚刚开章的 刚刚开始的 如果将来你到西方级的世界 将来你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是什么身份 你知道吗 你是元老 如果以后人家隔壁问你 人家隔壁隔壁鄰居 你在西方吉德世界有鄰居 隔壁人家问你 你什么时候到西方吉德世界 我第十节我已经到了 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 所以赶快去 赶快移民 将来你在西方吉德世界 你是元老 以后他们来的是晚辈的 跟你身份的不一样了 我第十节我已经到西方吉德世界来了 早点去早点好 是这个道理 所以偶一大师 为什么在这个《弥陀经》要解里面 讲了一句话 普却三世众生 恕求往生 以佛同命 以佛同命 一切一生成半野 所以为什么十方一切 诸佛如来 大菩萨 这些祖师大的 劝导我们 一定要快快移民到西方吉德世界 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个环境还刚刚开始 而且你的寿命跟阿弥陀佛都是一样的 你一切的享受也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的智慧 你的神力 你的道力 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 你为什么不去呢 这一生 说实在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真的不容易啊 能够相信 真的也不容易 我们在这个地方 总有一天 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无论你有多长处 你也要避免不了 有生必有始 有始必有苦 那我们应当要 给自己能够很大的去思维 我为什么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我这句名号就叫我什么呢 你要对这个宇宙的事实真相去了解 了解什么 不要过于执着 无论怎么执着 总有一天你也带不走 无论怎么多的财富 你也无法带得走 将来我们能不能生在 在这个澳大利亚国家 我也不一定 今天你能不能生在一个好的环境 也不一定 看你的业力 不是每一世能够得到人生的 那今生我们遇到这个法能 那我们要好好来珍惜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很多一些大菩萨都没有这个机会 求也求不到 那今天我们得到了 那你要好好珍惜 一切许愿 随喜功德 今天有赚多少就赚多少 今天有能够活一天 那就 那我们就多念一佛一天 该做的事去做 一切许愿 最主要的 把西方极乐世界放在我们的目标 那这一生 那我们就不白来咯 你说对不对啊 真的 你说你耳里的有多孝顺 总有一天他也会离开你 你也会离开他们 你的身边有多少钱 终于有一天带不走 能够布施的赶快布施 能够死的赶快死 顺便留一点点就够用就好了 吃也是那一两餐 对不对呢 不要计较太多 不要去跟人家争执的太多 最主要的好好念佛 那个是正确的 比什么更重要 那这个就是 保育大师在这个 弥陀经要解 把第一个信佛眼 为我们简单的说明 希望大家能够 经过这个跟大家的讲解 能够增加自己的信心 我今天为什么要念这句名号 所以这句名号的功德 真的不可思议的 是无法去了解的 连涉利佛都没办法去了解 何况我们自己本身 只要大家老老实实去念 一生不改 一生不被动摇 使徒进塌地 来念这句名号 那就正确了 你要听话 听话有福 听话的人有福 像师父都是这个 老师教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所以我有福啊 真的啊 老师教我怎么说 老师教我怎么学 就怎么学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 那我们看下面的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老师大师为我们说明 我们看下面 信佛愿 这个佛啊 是指阿弥陀佛 愿是指四子八愿 就是说明 法葬比丘 在英帝修行的时候 在他的老师面前 世间自在王如来 曾经发这个大愿 我们称为叫做四十八大愿 你要相信 大家都知道 四十八愿是五亮寿经的核心 而五亮寿经一展开 就是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而大方广佛华严经 就是整个四十九年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讲经说法 都离不开这一句名号 所以四十八愿 都是饶着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一展开就是四十八愿 所以阿弥陀佛五亮节以来 所修学的功德 都在这一句阿弥陀佛 而这一句阿弥陀佛 获得四十八愿的加持 那就是圆满的 所以你要相信 因为你相信四十八愿 等于相信这句名号 像过去有一些居士 有一些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天念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 阿弥陀佛 念个不停 阿弥陀佛会不会反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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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停 像我们台南尽忠全会 台南尽忠全会 那五楼 叫做念佛堂 每一天 二十四小时念佛的 这个星期 哪一批 这个星期二 哪一批 都有分开的 二十四小时 每天多人 就在那边念佛 虽然人数不多 希望我们以后 雪梨尽忠学会 可以这样做 二十四小时 挂单在里面的 你可以二十四小时 来念佛 安安心心的念佛 时时塌地的 你好好来念佛 以后可以这样做 我相信 雪梨尽忠学会 不久也会降起来 那个以后 供养给大家 这样 那就不得了了 台南尽忠学会 有这样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只有一次而已 真的二十四小时 你看一天到晚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的名字 听阿弥陀佛的名字 阿弥陀佛不会感觉啰嗦 感觉很烦 会不会生气 像如说 比如说 你说太太的 每天你喊着老公 你一天到晚 你喊着老公 老公会不会反 对不对 有时候这种道理简单 你天天 老公你在哪里 等一下一个小时 你又在打电话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你天天打电话 你一直打 一直打 你说你的老公会不会反 当然会反 或者你 比如说 你的孙子每天教你阿嬷 姥姥 奶奶 你每天 一天到晚 教你这个名字 你会感觉反 当然会反 但是尊敬的 这个同修大哥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感觉烦 而且阿弥陀佛的愿望 就是你要天天来念他的名句 他就是最欢喜的 真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很欢喜 我们天天念他的名字呢 你看哦 阿弥陀佛在英地修行 发这个四十八大愿的时候 你看第十八愿 先用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比喻 第十八愿无量寿先 大家很熟了吗 是不是 我们来念一遍 阿弥陀佛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读一下 来 请和长 我做佛师 文就是听文的意思 就是教你依教奉行 就是阿弥陀佛要我们念他的名号的名证 下面的那一照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不但不会烦 而且呢 他要你天天念他的名号 天天念他的名字 他最欢喜 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留意 不仅仅在第十八愿 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中告诉我们 众生闻名号 获得功德利益之愿 总共有多少 有十三愿 都是教你念这句名号的 天天天用他 你念他的名号 你看 我们来看 这个十三愿里面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 第十八愿 刚才已经念过了 十愿毕生 第二十愿 年终皆隐愿 第三十四愿 善谈法药愿 第三十五愿 一生补处愿 第三十六愿 教化随愿愿 第三十七 医使自治愿 第四十一愿 至第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七 到第四十八 就是文明号得广大利益的 何况来念他的名号呢 这四十八愿里面的 第 总共有十三愿 都是讲 你这一生能够 稳到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你就获得五量五边的功德利益 何况我们亲自 用我们的先程心 恭敬心来念这句名号 那就不得了了 都是离不开这句名号 刚才已经讲过了 四十八愿都是饶者 这句名号的功德 都离不开这句名号 所以过去廉始大师 曾经讲过了一句话 我们看下面最后的 廉始大师讲的 举取名号 先中得以具备 通通啊 专呼吾吾吾吾吾吾 从万幸而无浅了 什么意思呢 阿弃陀佛的四十八愿 就像一支大船一样 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 满满苦海中 无所依靠 唯有依靠阿弥陀佛这个大怨传 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五座苦海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靠的是什么 就是四十八元 四十八元里面都是讲这句名号 那你今天不念阿弥陀佛行吗 你想要脱离苦海 你想要生死 你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念阿弥陀佛行吗 所以阿弥陀佛喜欢你念他呀 但是首先你必须要相信四十八元 首先你必须要相信有阿弥陀佛 有西方极乐世界 你才有这个机会 所以今天你讲一讲 你今天造了多少的这些不善的约 将来要受种种的果报 那怎么办 你靠这个四十八元 你靠这个大船 这个船能够帮助我们到彼岸 无论你有造了多少 就算你已经犯了五逆十二 只要你肯忏悔 你能够相信 你就能够跟着阿弥陀佛这条大船 到彼岸 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大师 你要相信 而且在弥陀经 佛连续的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什么呢 时间到了 下个星期啊 再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阿弥陀佛大师下面的 越讲越精彩 特别这个信佛愿 这个佛是阿弥陀佛 愿是四十八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简单跟大家来分享 祝大家六十吉祥 祝大家老实念佛 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把这一生 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搞清楚 将来顺着这个目标 去努力 去奋斗 我相信每一个人 人人皆深净土 人人皆成就 每个人都能够成就的 世间的事业的成就 那个小事 你能够超越六道沦为 是最大的成就 那个世间的这些 哎呀 明文立 这些地位啊 名贵啊 这个很容易的 只要你依照经典里面去做 你就能够得到了 但是这个不是永恒的 不是每一世能够遇到佛法 不是每一世能够遇到大善知识 能够闻到正法 因为人容易堕落 容易被这个环境而迷了 那将来造业 我们的活报都是在山途 山途的时间长 三三道的时间短 所以 无论我们在哪一道 只要你还在六道 你还是不是 能够安安心心的 只要你还在六道轮回 你就没办法 离苦得乐的 知道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 超越六道轮回 才能够真心的 我们所讲的 离苦而得乐 究竟的乐 究竟的圆满 这个圆满在哪里 就是在西方世界 祝大家 我们有这个姻缘聚会 也祝大家好好努力 我们将来 共生极乐国 下个星期见 谢谢大家 我们好久不见了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 大家回向 然后以后我们在学校 在学会能够聚会一处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打佛西 一起来受八观摘戒 一起来做三十的信念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